跨境买游戏几天到 这是我今年收到的第一款游戏 今天是大年初一 下午我买的游戏卡带到了 下面一边开箱一边聊聊 这个游戏名字叫马里奥派对 是一个聚会类的游戏 它在Switch平台上也算是老游戏了 虽然老但是它比较经典 而且游戏有很多体感 特别适合聚会 这是made in Japan的 支持一到四人游戏 封面是这个 下面具体说说我是怎么买的 我是在2月2号晚上下的单 2月10号就收到了 经历了8天 我买的那天是个礼拜五 真正它发货应该还得过两天发货 因为周六日不发货 后来经过清关 然后通过国内的京东物流 今天到达了我的手上 我估计像这种港版直游的卡带 正常也就6到8天就能收到了 跨境购买这种港版直游的方式 应该不会买到二手或者后锋的吧 这是卡带正面 卡带背面 金手指 首先关闭游戏 然后取出老卡带 放入新卡带 彩色面朝前 进入游戏 好下面说说价格 我支付的价格是260多块钱 跨境进口的方式 这款游戏在老猎人那 二手的价格是275 国内的卖家 全新的价格是295 也就是说我买的跨境进口的方式 比二手还便宜10块钱 比全新的便宜了30块钱 唯一缺点就是时间慢点 经常有同学让我推荐一下 买游戏卡带游戏盘 有没有靠谱的店铺 我这重新说一下 我没有这种所谓的靠谱的店铺推荐 因为这种店铺不固定 比如我现在买的这家 也就那么两三天是那个价格 之后人家就不卖了 可能又换了一家店铺 再卖这款游戏 还是那个价格 具体怎么回事 你细品 国内卖全新游戏的店铺也是一样 有的游戏在A店铺有卖 有的游戏在B店铺有卖 所以我只推荐大家方法 具体方法上试询说过了 而不是推荐具体某个店铺 是因为不同的游戏 在不同的时间 价格优惠也是不一样的 具体你什么时候想买 得在那个时候现找 找个五六七八家 就知道大概的价格 哪家更靠谱了 上面我说的这种港版直游 境外进口的方式 6到8天的时间 其实也不是固定的 应该算是比较理想的时间 因为我同样在2月2号 还下单了另外一款游戏 PS5的GT7赛车 和这款马里奥开队一样 都是港版直游 只不过是不同的店铺 价格也差不多 都是260多块钱 比国内的二手 以及国内的全新都要便宜 但是那个卡带 物流已经停了好几天了 卡在了清关上 同一天购买的 都是2月2号购买的 GT7赛车 从2月7号凌晨3点开始 清关一直卡着 那天应该是腊月的28 估计清关的人放假了 估计得年后了 但是马里奥开队这个游戏卡带 比它早清关一天 6号零点清关 8号零点左右放行 这两款游戏在香港和国内的物流 都是一样的 全都是永利巴通达 国内是京东 我估计我这盘GT7赛车 应该等到截后 海关正式上班了 才能放行 放行之后 国内京东物流 两天应该也能到了 不过这样也好 可以一个游戏一个游戏的收到 一个游戏一个游戏的玩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下面说说这款马里奥开队游戏 这是Switch上的聚会游戏 里面都是一些小游戏 我感觉特别适合孩子 以及各种串门的大人孩子一块玩 上手比较容易 属于何嘉欢的游戏 这款游戏出的时间比较早了 之后它又出了一款叫马里奥聚会 超级巨星版 你甭看它是新出的游戏 它的价格反而比这款游戏 还便宜个十来块钱 两款游戏的封面是不一样的 我之前对比过 做过一些小攻略 我买的老一点的马里奥派对 它手柄的活会多一些 就是那个Draw a Con 体感会多一些 新出的马里奥派对 超级巨星 它弱化了体感 增加了手柄操作 基本都是手柄操作 两款游戏内容是不重叠的 操作方法也是不重复的 各有各的好 都属于合家欢游戏 只不过一个侧重体感 一个侧重手柄 今天是大年初一 给各位拜年了 祝您在2024年万事兴隆 更上一层楼